主标一进户记庄,被户城把他给捉住了。 生捆缩绑之后,主标纳闷,怎么的了?你们为什么把我绑上? 户城说你别着急,绑上你为了换我妹妹。 嗯?换你妹妹? 你不知道我妹妹被梁山的人给抓去了吗? 梁山上人说了,你们筑记庄只要来一个首领被我们抓住,就可以把我妹妹换回来。 你说到在这个关键时刻了,就你来了。 要来个别儿的话呢,我绝对不能抓你。 现在你来了,我只好把你给逮住了。 那你去换我妹妹了。 哎呀,虎城,你没有良心。 哎,我这就是良心呐。 我没当时把你杀了就不错了。 不都是你们爷们儿挑起的事端吗? 你们要不跟梁山上那些人作对,你说我们护家庄招谁惹谁了? 把我妹妹给搭上了。 少说废话吧。 活着呢? 护城, 这只助标, 躲着脚的骂, 滤城拳挡没停着。 滤城转身, 告诉自己的爹爹胡太公, 我现在已经把助标给抓住了, 您呐, 也就甭见他了。 我带着他 勾奔梁山的军营大寨, 去把我妹妹换回来。 咱们家从今往后 再不参与他们住家庄的事了 老头说好 孩子 你可要多加小心 护城说料也无妨 梁山的大营寨 我是去过一趟的 护城带着二三十名庄丁 把这个铸镖绳绑 绑在了马上 护城自个儿骑着一匹马 领着庄丁就奔着住家庄的方向来了 他催马正往前走 远远的看见 有一队人马奔这边来 谁呀 正是黑旋风李逵 领着一部分梁山的喽啰 追赶助标 黑旋风李逵 递了这对斧子 在头前跑得是须须带喘的 旁边这喽啰兵劝李逵 李呀 您骑匹马多好 用不着 我就大不良 更方便 骑马他也愤 揉揉揉揉揉揉 揉揉 对我师父来的一帮人 是啊 站住 准备跟他们一场司杀 李逵把斧子一钻 挡住了大盗 护城催马了 一蹴前面一看 这是梁山上的人 赶紧带着 здесь 郁 正是属于梁山上 你家爷叫黑旋风李逵 李逵一报名字 沪成可知道 这位李逵自从闹江州 砍杀那么多的官兵之后 那是威名大战 官府之中都知道梁山上 有一个黑旋风李逵 沪成赶紧满面呸笑 哎哟 原来您就是黑旋风李逵 久仰您的大名啊 我是护家庄的 我父亲就是护太公 我是他的长子叫护城啊 您要上哪去 哦 你就是护家庄的护城 我现在问您 方才那注标 可跑到你们庄上去了吧 哎 您别着急 别着急 注标师跑到我那庄上去了 我已经把注标 擒住绑上了 您看 就在那马上呢 哦 那马上绑的就是注标 对对对 我曾经上梁山的大营里边缺过一探 见过您的宋江 宋江说 只要我们捉住一个注家庄的首领 就可以把我妹妹护三娘换回来 现在呢 我把这注标捉住了 正想把它呈现给您 您把它带回去 能不能把我的妹妹放回来呀 咱们这叫走马换将 什么 你把它捉住 想换回你妹妹呀 哈哈 我来看看 我来看看 李逵拿着斧子就过来 来到注标的跟前 注标瞪着眼睛瞅着李逵 这个小子还想带回我们营去 换护三娘啊 别废弄个事了 李逵光 一斧子把绳子砍断 这注标游到这马鞍桥上 叼 掉地下 刚一落地 李逵把大斧子一举 噗 一斧子把注标的脑袋给砍下来 把注标的人头一低落 往他裤腰带上一噎 这回李逵好 这边是注标 那边是注虎 俩脑袋在后边逛荡着 李逵把大斧子手中一端 看了看护城 小子 你就是护家庄的 那个少庄主护城啊 你们护家庄 住家庄 沟通一气 跟我们量身作对 现在 你们看大势去 也胜不了了 你把那注标绑上 想着勤工受赏 想着换你的妹妹 没那便宜事 今天我连你的脑袋一块烧着 李逵说到这一百斧子就要砍护城 护城一看 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碰见这么一位 他横不讲理呀 你看我把这人给你送来了 你把他脑袋砍起来 还要砍我脑袋 哪有这种道理 这护城很快 一转身就上马了 左脚尖一领灯 又可见一钉马的前甲绑 这匹马一拨头 李逵在后边摆着斧子碾 一看他骑着马 碾了几步 自知自己就碾不上了 他转过身来 大斧子一摆 冲着护记庄来的这庄丁 他就撒开了气 气窍咔咔是一顿烂砍 护记庄的这庄丁们一看 这黑炫文可是杀人不展眼 跑吧 呼啦的一下子四散奔逃 护记庄的庄丁们跑散了 李逵带着这部分凉身的喽啰 上护记庄 把他们把护记庄放拔火也烧了 把他们都斩尽杀绝 李逵带着这伙喽啰兵就来到了护记庄 护记庄的这些庄丁呢 满一位少庄主这回压着注标一去 见了梁山上的众位英雄 可以化干戈为玉帛 梁山人不会再争搅护记庄了 所以他们的戒心也就放宽了 那个吊桥啊没拉起来 在那搭着呢 庄门也没关 这功夫李逵到了 领着这伙梁山弟兄呼隆的一下子 闯进了护记庄 进了护记庄就问哪是护太公的家 到了护太公的家门口这一斧子 劈开大门迈步忘了就走 护记庄里边家怨男女也不少啊 李逵大斧子摆开气球 咔嚓逢人就杀是见人就砍 护太公在后屋里边一听说 外边冲进梁山好岸见人就杀 这老头就吓坏了转身奔着后枪头就跑 他想爬着后枪头有打后面逃命 当这半天这枪头没爬上去 李逵有打前面就跑过来了 喊了一嗓子站住 你往哪跑 就这一声把老头吓丢到那枪头上 戳溜扑腾坐地下 扭向灰身 一看面前来的这位黑沙神 手里边滴落着板斧 浑身是血呀 老头脸都吓白了 这位英雄 你饶命啊 你饶命啊 我跟你们可是素日无缘 近日无仇啊 李逵来到跟前把这斧子往空中一举 我呸了你给狗娘养的 等会儿 李逵忽然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今天他作为四路接应使的时候 宋江嘱咐过他 说过你要见到护家庄的人 千千万万要注意 护家庄的护太公 还有护城 他们这家人 你要留他的活命 不要杀他们 李逵刚才跟护城动手打的时候 把这茬忘了 现在进了护家庄了 到了护宅了 杀了这么多人 一看这老头一举斧子的功夫 不知怎么大脑输出信号零了 想起宋江嘱咐的这句话来了 哎 哎 我忘了问他是谁了 哎 你叫什么名字 啊 我是护太公啊 我就是这护家庄的庄主 啊 你就是护太公啊 哎 你老婆呢 我老伴 在后屋呢 把他叫出来 啊 英雄 我们可没冤没仇啊 老头心想 大概是把我们老两口子凑一块杀呀 梁山城的楼兵去不多时 把老太太也叫来了 这老太太吓得是体如筛糠啊 跟老头一块哆嗦 李逵低着这斧子 瞅着他们俩 你们 是老两口子吗 是啊 是啊 好 把他们绑上 旁边楼楼兵过来 把这老夫妻一块绑上了 五花大绑绑结质之后 李逵就把他带走 哎 楼楼兵压着这老夫妻 出了他们的庄门 弄到马上 李逵带着这一伙的楼楼 游打护家庄转身回来 临动身的时候告诉他们 给他护家庄放一把火 把那个护太公他们家的院子 全给我点着 烧他一个片马屋村 护家庄一把火点起来了 李逵 压着护太公这老夫妻俩 就回转到 住家庄 梁山的大营 这个时候 梁山寨的众位英雄 是全面获胜 住家三姐死 蓝廷玉战死疆场 此时宋江 在中军帐里边端然稳坐 等候着各路英雄 到此禀报战绩 住家庄里边被救出来的七位好汉 先给宋江建礼啊 宋江 加冕他们的英勇行为 紧接着 拼命三郎师秀就提出来了 大哥 这住家庄里边 有一个中离老汉 我探庄问路的时候 多亏了他指点 对这个中离老汉 我们应该有所奉赏 宋江说好吧 赏给中离老汉 二百两雪花白银 由拼命三郎师秀 亲自拿着银子 交给这位中离老人 中离老人对拼命三郎师秀呢 是再三的致谢 对住家庄 这些个平民百姓 宋江告诉不加遭扰 把港上的住家大庄院 粮仓打开 把他那些机粮存粮 全都给用大车小辆运往梁山坡 打开了住家庄 梁山得了粮草无数 得了金银财宝无数 绸缎布匹无数 除了梁山带走的一部分粮食 剩下一部分粮食 分增给住家庄的那些贫穷百姓 开仓放粮 让住家庄的百姓 随便拿着口袋到那里去领 住家庄上这些个穷苦百姓 平素在这个住朝凤的压榨之下 挨饿受冻 忍辱负重 不敢说话 今天住朝凤死了 住是三节都亡了 就等于在他们头上 给搬掉了一块石头 老百姓是无不庆幸 欢欢喜喜的去粮仓的领粮 整个住家庄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是一片热闹 正这功夫 李逵回来了 李逵来到中军大仗 先见宋江 把斧子往旁边一扔 身后边蹬蹬 担起两个人头来 夸往地一撂 大哥 兄弟我请宫来了 宋江一看 数他回来的晚 李逵 离下哪里去了 我 四路接应 接应完了之后 我又上了一趟护计庄 哦 你又上护计庄了 可不吗 这两个人头 一个是住虎的 一个是住标的 都是我杀的 嗯 李逵 看来应该给你继工啊 嘿嘿 就是吧 工还有呢 我到护计庄去 半道上 碰进那护计庄了 那小子把住标给捉住了 是我一扶的 把住标脑袋砍起来 我接着想把护计庄的脑袋 也砍起来 我砍了几斧 都没砍着他 他跑了 宋江一听 要坏 我嘱咐的话 他忘了 你怎么砍护计庄啊 啊 你又他干什么 护计庄跑了 我就进了护计庄了 进了护计庄 我就找那个护太公 结果我找不到护太公了 进了他的家下 我是见一个杀一个 骑着咔嚓 我都给他斩尽杀绝 最后临走 放了一把火 烧他一个片瓦无存 这也是兄弟我的功绩呀 他说完这些话之后 宋江一拍桩啊 啪 李逵 你真来的大胆 啊 大哥 等你了 李逵 林行之事我嘱咐你的话 你都忘在脑后了 我不是跟你说吗 倒在护计庄 要是见到那护太公 以及那护城 一定要保护他的家小 你 你怎么都给杀了 还放了一把火烧了 你简直是成事不足 悔事有余 大哥 你怎么对我这个样子 我杀他们不该吗 您忘了 那个仪掌卿护三娘 他追着您到处乱跑 无处藏身 要不是我们的弟兄救你 你不就让那护三娘给抓住了吗 他们要抓住你 还不得把你杀了吗 那护计庄最大恶纪 就应该烧他们 杀他们 嗨 李逵 仪掌卿护三娘留在山上 那是个有用之人 我知道 他有用 大哥 你看上他了 你瞅那仪掌卿护三娘 长得漂亮 对吗 你想把他当个压寨夫人 他要成了你的压寨夫人呢 这个护太公就成你老丈人了 那护成呢 就成你大舅子了 所以今天 我把你老丈人大舅子得罪了 那你自然就不高兴了 拿我李逵出气 宋江一听 让他这么一说呀 没办法解释了 宋江说李逵 你是一派胡言 这一丈心护三娘 被捉之后 护成曾经带着重礼 到咱们营中请罪呀 我有信言在先 如果护成捉住 祝家庄的首领 我就情愿把 护三娘还给他 如今 护成捉住了注标 本应该你把注标 活着带回来 把护三娘再还给他 这才叫信义 可是你把注标杀了 还把护成给撵走了 这不说我们梁山上 不讲信义吗 那么回事 要那么回事的话 反正已经杀了 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宋江说 既然如此 那么你杀了注虎 注标这个功劳 一概抹去 这次攻打注记庄 等于你寸功魅力 和着我是鸭子伏肌 白忙活了 好 寸功魅力 就寸功魅力 反正 我他娘的也杀了个痛快 不过大哥 话给您说回来 您嘱咐我的话 我不是全忘了 我倒在护家庄里边 我看见那个护太公 看见他的老婆 正要举斧子砍他的时候 我就想起你嘱咐我那话来了 所以我这斧子举起来 没往下边砍 我把那俩老家伙 绳捆缩绑 给你带回来了 现在就压在帐外 李亏一说这句话 宋江的脸色 有点缓和了 哦 如此说来 把他们老夫妇 一起压戒着 回转梁山 宋江传命令 梁山上众位英雄好汉 以及这些喽啰兵 拔营起寨 离开住家庄 是回转梁山 众位弟兄 回到梁山上之后 这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全山寨庆贺三天 就在大家庆贺的 这个过程当中 宋江把矮娇虎汪英找来了 跟矮娇虎汪英说 兄弟啊 我给你许了一句信言 至今还尚未兑现 王英说什么事 宋江说记得在清风山上 我跟你讲过嘛 我一定要给你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 许配你为婚 王英说对对对 我到死这个茬我也忘不了啊 大哥 我以为您忘了呢 您还没忘 看起来您是做大事的人物 您给我找着啦 宋江说我给你找着一个人 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谁 咱们在护家庄捉住了一个仪仗卿护三娘 这护三娘你不是见着过吗 对呀 我让她把我捉过的 就这护三娘许配你为婚 你看如何呀 啊 矮交虎汪英听到这里半天没说话 把眼皮展不好就展吧 嘿嘿 我说大哥 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吧 怎么能是开玩笑呢 这是真话呀 护三娘要是许配给我为婚 那我心里不是一百八十六个愿意还带拐弯 不过人家那护三娘 长得那个鼻子那个嘴 那个胳膊那个腿 人家能跟我吗 啊 我哪也配不上人家呀 浑身上下 从头儿梢到脚地板 哪地方都跟人都没法比 是在人为呀 兄弟 这件事情 你得问问军事 看看军事能不能有办法 向他讨个主意 吴用在旁边一听 哎 大哥 这声你怎么往我声推呀 矮交虎汪英来到吴用的跟前一报万 哎 军事哥哥 这事我可就拜托您了 您要是把这门亲给我说成 我后拔半辈 对您都感恩戴德 您能不能帮我出个主意 吴用说你看看 哥哥把这个事推到我身上 让我出主意 王英 你这个模样长得实在太难点 跟他一比 这岂不是赖蛤蟆要吃天鹅肉吗 哎 王英说我就是要吃这天鹅肉 有道是好汉无好妻 赖蛤蟆取花枝嘛 我就是那个赖蛤 我就要取这花枝 吴用说我跟你说说看看吧 啊 这件事情得先从那老夫妇两个说起 于是吴用马上来到后山寨 见了护太公和他的老伴 这这护太公和他老伴的老梁口子 已经不是被绑了 绑声早就松开了 在后山寨招待着他们 不过这老梁口子心里面没底呀 不知道这梁山英雄好汉 怎么处理他们俩 吴用这一来 老梁口子吓得马上站起来 连连的鞠躬兴礼 吴用刚让他们坐下 吴用就跟这老夫妇两个说了 你们二位来到梁山寨 感觉如何呀 这老头赶紧就说好话 啊 这水不梁山 那真是山清水秀 人节地灵啊 我感觉到这是龙兴之地 我想问你老夫妇 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 下一步啊 下一步不是我们说怎么办 想请问梁山好汉 让我们怎么办呢 吴用说 我们打算就把你们老夫妇 收留在梁山寨 让你们在这儿养老 安度晚年 你看如何 啊 护太公一听 那能吗 那不会吧 呃 军师 我们老夫妇能干什么呢 在这山上 怎么能够安度晚年 我们是有罪之人呐 不 你们两个没有罪 你们有一个女儿 叫虎三娘吗 啊 对对对 到现在还没见着她呢 她安然无恙 现在住在宋太公的院子里 你要想见你的女儿 那不难 我马上告诉他们 就把令爱领过来了 我今天来有一事跟您相商 哦 什么事 听说你的女儿 许培给住家庄的注标了 如今这个注标已经死了 令爱呢 就要另选别人 我们梁山寨 有很多英雄啊 如今 我愿意从中 做一个兵人 给你选定一门家序 你在梁山上 接亲为好 你看如何呀 拉两口子一听 事到如今 如果把我的女儿 许配一位梁山好汉 我们两个在这住着 还踏实一点 这是如今唯一的安身之计 好吧 好吧 君士 但不知这位好汉 性子名谁呢 我用就说了 此人叫矮娇虎王莹 老两口子一听 没见过王莹 不知道王莹什么样 只是点头 哦 君士说的 那一定错不了 此事就由君师来做主吧 无用说 不 选择成龙快叙 还得你们老夫妇拿主意呀 我把这个人哪 领到这儿来 你们二位看一看 意下如何 如果中医 这个亲咱就定了 如果不中医 咱们就另做他论 哦 好吧 就这样 无用转身出去 就把矮娇虎王莹叫进来了 没进屋里 说先嘱咐王莹 你呀 好好把脸洗洗 自个儿显得精神点 个矮不要紧 让人家看着有股精神气 王莹说我洗脸呀 这模样 底板改不了啊 嗨 就这么地吧 矮娇虎王莹就进来了 进来让这老两口子一看 老头老太太一瞧 这就是我那成龙快叙呀 长得三尺多高 二尺半宽 四四方方躺着坐着蹲着都一边狗 哎呦 我那闺女如花似玉 玉丽亭亭啊 我那闺女就嫁给她呀 这可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了 心里边这么想 嘴里边没敢这么说呀 直劲点头 脸上那模样是非常难看 王莹看完了之后 转身就出来 无用问王莹 怎么样 像那这女婿你感觉如何 王莹说我感觉够呛 我瞅那老两口有点五官挪位 无用说不要紧 我问问他们 王莹走了 无用转身进来 二位老人家 方才看这王莹 一下如何呀 这老两口子 老太太吃炒面 半天没言语 为什么呀 这老头心眼多 老头没合计别的 就合计刚才无用说的那句话 您要忠意呢 咱就这么定了 您要不忠意呢 咱们就另做别论 老头就想 这另做别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意思是你要答应咯咱们可就接了亲了 你要不答应 咱就别论 别论呢 那就不接亲 不接亲 就把梁山人给得罪了 把梁山人一得罪 就得把我们老两口子也杀了 把我女儿也宰了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 十有八九是这样 干脆吧 就让我女儿嫁给她吧 嫁给她也行是消灾免祸呀 老头咬着后曹牙说了一句话 君士 我看这王英 他不错